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一次这个展览是有一个策展人 是熊鹏柱先生 他是地门基金会执行长 所以他就有一个焦点是定在那个红色 所以展览的题名就叫《红就是红》 那很高兴的就是说我离开台湾快要40年 第一次回到故乡做一个这么大的展览 我很多作品都是以红色为主 有很多部分是用了线 那也有用了红色的绳子 也有红色的玻璃 或者是红色的蜜糖 所以他才定了这个叫《红就是红》 《红就是红》 这个展览《红就是红》 我想主要是因为红老师的作品 给一般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使用的红线 那当然这个红线的使用 在红老师这么多年的创作里头 虽然是主体 但是并不能涵盖全部的部分 还有他的作品其实是十分的多元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展览里头就是截取了其中一些相关的重点来做呈现 我一向喜欢讲说我希望我的作品是深入浅出 我提供了一个窗子一扇门 那有些人只是开一下窗 人家探一下可以 有些人要走进去 那么他们会看到什么我都开放给他们决定 而且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作品是观众 不管有没有那个艺术背景的都能够接受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式 我希望就是由我的作品来帮助 特别是这次能帮助我们高雄种下那个文化的那个根 这次能帮助我们的作品是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